狗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动物 一般的狗狗在一起玩耍的时候 它们会出现相互的扑咬 轻咬 然后嘴巴张得很大 然后相互的咬 也有的会表现出咬它的爪子 但是两个狗它们是相互咬 如果是打架的话 这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狗会比较凶 它会用力的用后腿蹲 然后嘴巴会脏得很大 然后会很凶的去吠叫 去想扑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分 它是不是真的想打架 一般的狗狗与狗狗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作为宠物主人 一定要小心 谨慎 把自己的狗神牢牢的牵在手上 万一出现想打架 撕咬的这种行为的时候 我们及时的牵拉狗神 来制止这种打架行为 如果两个狗非常熟悉 也经常在一起玩耍 它们只是在玩耍着这种轻咬 这个就不用太担心 它们只是一种玩耍的行为 一般的狗狗在一起玩耍的时候 它们会出现相互的扑咬 轻咬 然后嘴巴张得很大 但是两个狗它们是相互咬 如果是打架的话 狗会比较凶 会用力的用后腿蹲 然后会很凶的去吠叫 我们下期见